文憑市開考第二日,有兩個考生因為發燒, 說出現急性呼吸度感染症狀,不准進入市場, 其中一人送去拿打素醫院。 一個17歲男考生,早上去粉嶺的 中華基督教會基辛中學應考化學科, 進入市場前量體溫。 考評局說那個考生因為發燒,不准進入市場, 之後送去拿打素醫院急症室,有小小咳, 轉到兒科病房,當時已經無法燒, 並且已經抽取避疫樣本,進行新型肺炎室試, 正在等結果。